美少女为何执迷不悟 误入歧途 作为闺蜜呢 我也很无论为例 她以前很天真 单纯傻那样的 自从开始买了那个东西 就变了个人 商家诱惑不断 深陷其中 你在购买使用的时候 就没有觉得很羞愧吗 一开始我是拒绝的 大学生理卫生科都讲了 孩子要好好爱惜自己 最开始的时候看视频 AV号是 后来看的视频多了 就没抵挡住 买回来打开的一瞬间 就感觉 踩不出大问题 试那个味儿 买了就要用啥 不用是不可能不用的 当它震动的一瞬间 你才真正的理解到了 生活的真谛 所以今天呢 我就只想把我的 宝贝们掏出来 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要掏出来的这一只呢 有一点羞耻 它长这个样子 是不是又粗又长 又黑又大 嗯 所以你们猜一下这个是干嘛的 好孩子千万不要往坏处想老姐姐不是那种人 首先它是充电的 充一次电可以用很久的那种 啊 有一点刺耳 这个呢是须眉电动出的地须刀 看到这种柱状的就会乱想 觉得它跟平时的电动地须刀长得不是一个样子 你们就乱想 因为它是个柱状的 所以收纳起来非常的方便 它有白色和黑色块 为什么我会选择黑色呢 嗯 你猜 为什么一个女孩子会有剃须刀 有一些不可描述的地方呢 就可能需要用到这种工具 比如说长长腿毛呀 然后早上起来这里有一个小壶茶呀 那都是很正常的事嘛 对不对 人嘛 都是要长毛的 所以这样一支呢 对于我们这种女生来说 就是便宜实惠 居家旅行 厂备实用 那这个呢 也是非常简单易懂 就是这个地方是开关长按之后呢 它就会 它这个振动的频率呢 也是 剃完了之后呢 你就把这个头啊 轻轻一拧 抖一抖 冲一冲 盖上盖子 它又可以给你一个 崭新的明天和更好的未来 所以它就是这样一件磨砂性质的手感 特别特别好的 电动小玩具 下一件 再看看这一根 这一根呢就比较长 这个形状真是 小孩子不要往坏处想 这一支呢 是Softing的电动压刷 它的脊部直径呢 接近一枚硬币 是一个很好的尺寸 这个就是传说中 充电一次 可以用一个月的电动小玩具 没有之一 重点是它可以换头 所有女生请注意 不要往坏处想 可以换的头 有这种软毛刷的 直接把它插上去之后呢 最下面的这一档呢 就是洗脸的这一档 它的毛刷都在颤抖 这个振动的频率真是 贴近皮肤 那个泡泡直接就起来了 快乐上天 关键是你还省了一个 洗脸衣的钱 好了不要动了 在旅行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方便 然后这个小刷子 顾名思义 不要往坏处想 它是刷牙的 很舒服的 安排到你嘴巴里的 各个角落 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就往嘴里面这么一怼 一放 真的有点东西 这个振动频率呢 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电动牙刷这个东西 真的谁没有一把呀 是什么感觉 大同小异 我就不在这里多说了 反正就是爽 省色 不用考虑手速的那种快乐 你明白吧 嗯 这然后吧 我买它的时候 它居然还送了两套套 这真的不是我开车啊 一超无据啊 但是吧 这个套套 一套上之后吧 它那个手感啊 就马上就不一样了 真的是有衣说衣啊 大姐妹们 就算那个味儿 你看这个样子 就跟NASA真的是 一个感觉 我换了这个 迪凡尼兰的 它的颜值 真的是随心所欲的高了 然后呢 再吹一波这个外包装 迪凡尼兰 再吹一波这个内包装 我打开的时候 还以为是什么 酒店的洗漱套装 你知道吗 然后它里面就是 各种各样的盒子 套装 然后这个照片 是真的有心的 这个呢 是我某宝的头像 然后外包装上面这个图 就是画的我的头像 还好我用的是 我自己的照片 要是什么阿猫阿狗什么的 岂不是很尴尬 姐妹后来我才知道 这个是你可以 发一张图过去 让它给你定制的 所以啊 那作为舔狗的你 是不是应该 安排一下这种礼物了 如果你没有正在舔别人 那你也可以带上 你爱豆的照片 定制这样一个礼盒 顺带一说 这个牙刷上面 还可以刻字 但是我没有 刻上爱豆的名字 哇哦 那感觉又不一样了 下一件 下一件这个呢 是这样的 铁杵磨成针的感觉有没有 我知道这个时候弹幕就要开始胡思乱想了 它是一个电动剃眉刀 女生是不是很麻烦 连剃眉刀都要用电动的 像我这种懒狗 嫌疑 无耻之徒 我就是要用电动了 咋的 上一节电池 可以用一年 是不是听得很震惊 这种电动剃眉刀的操作方式呢 就是齿轮 加齿轮 剪刀式的 给你把眉毛剃掉 它的操作原理已经不是在剃了 是在给你剪 盖上盖子之后呢 就不能推这个按钮了 一定要把盖子取下来之后才可以推 我觉得安全方便 不会在你包包里面 无缘无故的就 那多尴尬啊 而且呢 这种电动剃眉刀 除了可以操作眉毛以外 可以操作一下别的地方 比如 还有我的胸口毛啊 所以如果你经常剃眉毛 然后经常就是把眉毛剃的啊 雪乎拉叉的 就可以买一支这样的电动剃眉刀 真的非常好用 下一件 下一件这个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买过 吃过亏 上过当 它长这个样子 各位男生呢 可以再次猜一下 它是什么东西 女生的话就打一个 呵呵吧 好吧 我只是想知道自己有没有女粉 OK 这个东西呢 叫黄金棒 传说当中 它是号称 透肤及 阴波渗透 紧致运动 脸皮带纸 按摩你皮肤的那种 但是事实用起来就是 狗屁 它的振动方式呢 就是你按住它的屁股 然后轻轻一旋 它就开始了 你以为它是只有 这个头是振动的吗 不 它全身上下都是振动的 哦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不要往坏处想 不卫生 然后呢 这个不是充电的 它是上电池的 是一节五号电池 这个五号电池可以管很久 很久 很久 为什么我还要用它呢 钱买的呀 因为我呢 是一个要用眼霜的 一般眼霜都会给你配一个金属的 或者是玻璃棒的 按摩棒 当我用了眼霜之后 我就把它打开 在我的眼周 把眼霜 扩开 顺带按摩一下眼周 没错 它只有按摩的作用 所以如果你想用在别的地方呢 好像也可以 我也不会担着你 嗯 第二呢 就是你在敷面膜的时候 可以轻轻地按摩 促进吸收 但是这个频率 对我来说真的是 太痒了 OK 所以注意了 各位男士 所以现在觉得觉得 女生真的很麻烦 要用这么多电动小玩具 不仅是上半身 要用电动小玩具 有些时候下半身 好像你需要电动小玩具 比如说受腰会震动的那个东西 叫什么来着 以后呢 千万不要说 哎呀 女孩子都是不懂科技的人 我跟你讲 我们的高科技 比你们买过的 会震动的手笔 多太多了 OK 感谢你把视频看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本视频 或者喜欢我本人的话 请一定要点击下关注哦 如果可以三连点赞弹幕评论 最好可以转发分享一下 那就更好了 博比